一輛黑色轎車行進符合橋往永和方向 疑是因為下雨天車輛打滑失控 衝進右側機車道 還撞上前方兩輛機車 導致兩名騎士倒地受傷 送往更新醫院治療 雖然警方對轎車駕駛進行酒冊 沒有酒精反應排除酒駕釀貨 不過詳細車禍原因 還有待警方進一步調查 連結車車頭自撞外側護欄 在九十度轉彎衝向豐閣島 駕駛受困車內救護人員 緊急到場搶救車禍 發生在臺六十一線西濱快速道路 北上一百五十六點三公里處 十二號下午一點多 開著連結車的四十七歲成型駕駛 原本沿著臺六十一線北上 外線車道行駛 疑是因為天雨陸滑造成車輛失控 疑因天雨陸滑導致車輛失控 致狀外側護欄 曾經駕駛無酒駕情況 在此呼籲民眾行駛台六十一線 務必減速邁行 且要隨時注意車前狀況 警方到場為駕駛實施酒冊 酒冊直為零 車禍狀況也已經排除 所幸沒有造成其他人員傷亡 記者綜合報導